我已经开始笑了 开心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浩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谭香文 我们是漫才兄弟 然后呢 我最近其实做了一个 特别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 想去尝试一下 我想去开车 开车 我觉得每天可以接不同的乘客 也是个锻炼你这个 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处理人际关系是锻炼口才嘛 对对对 我就特别想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可以啊 是这样可以吗 你来配合我一下 好 就是你来演一次乘客 然后我也演一次那个师傅 好 模拟一下 对 喂 喂喂喂 你好你出发了吗 准备过来接你了 你在路上了是吧 是是是 你猜我开什么车过来接你 管我屁事啊 你要接到我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好好 对对对 我到了 到了是吧 在哪里 我在路边上站着嘞 我看不到你啊 怎么可能嘞 可以麻烦你站到马路中间去吗 不可以不可以啊 干什么怎么创死我是怎么回事了啊 我在招手嘞 在这里招手 招手是吧 对 哦好好 对对对 是你是吧 是我是 走不走 肯定走了王八蛋啊 我自己打的车我不走我有毛病啊 我是 哦好好好 上车了 啪 啪 我这个是摩滴的 哦 摩滴 摩滴啊 摩滴是吧 网约车打到摩滴了啊 怎么可能呢 租不成私家车嘛 哦好好好 上车了 嗯 是去机场的是吧 对对机场 尾号多少 3866 3866 等一下 3866 你确定是3866吗 3866啊 我打不开是为什么 你的手评密码肯定不是3866 知道吧 你有毛病吧 你说 我的尾号3866 哦 3866 哦叫你小三了 凭什么呢 我是我是尾号3866 我不叫3866知道吧 哦好好好 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 路况熟悉不 不熟悉 小的怎么去机场吗 不熟悉 那我绕路啊 干什么了 哪有这样子的缺德啊 不能赚这个钱不 导航 哦好 导航去机场 导航去机场 导航 哎师傅 你那个手机有 那个功能没了吧 我是喊你导航了 导航我导航 导航是吧 你的手机可以导航 导航我导航干什么 手机导航也是绕路版的 你要不 导航我导 我导航了 全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你一个小时这么久 你搞快点我赶飞机是吧 不要着急嘛 赶飞机 终点就在前方 他又不会跑 重要的是享受沿途的风景 不要心浮心躁 天气这么炎热 我又不开空调 那你把空调打开 说这么久不开空调 开开 一点苦都吃不了 我打车就是为了享福的 知道吗 开空调 好 开空调喽 低 你这还是个挂机是吧 你这说凉不凉吗 凉快 凉快 好 凉快 我们是走高速是吧 对 走高速 ETC 对 非处方药 什么非处方药了 大哥 OTC非处方药 ETC就是个收费入口 这里还有杆子呢 另有杆子呀 稍等啊 你好 麻烦你抬一下这个杆子 你蛮有礼貌的 收费战士里有礼貌就能过去等 取卡了 怎么都了了 我都碰到什么人了 谢谢 力气别这么重了 我力气重 好 对 我力气重 搞点凉处方药吃 你吃处方药 什么意思呢 你谁 不是 我看你脾气好大的 过得不是很好吧 我也知道能理解了 就是现在这个压力都很大 工作压力啊 生活压力啊 都挺大的 是 压力大了 就是没什么情绪的 喧泄出口了 是 是 是 实际上我教你一个方法了 我还蛮喜欢这样解压的 还有方法 你把窗户压下来了 闭上眼睛 把头伸出去 你还是准备创死我呢 干什么呢 不是 我是让你闭上眼睛 去感受威风吹过你的脸颊 享受这一刻的宁静 你试一下嘛 好喽 你可以把你的烦恼 其实可以适当地喧泄出来 喊出来啊 我平时是这么解压的 有用没有 你可以试一下 把你的烦恼 我不想上班了 你可以大点声音来 我不想当牛马了 对 你喊得越大声 我想发财啊 对 这个情绪 我想发财 就会越出来 哎呦 就会越痛快 喊出来没 喊出来了 喊出来了 怎么样 舒服一些 好多了 赞 好多了 好多了 可以了不 可以了 可以了 那我出发了啊 你停在这里让我喊啊 你什么时候 你还不如创死我犯了 我都停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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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得太好了 我的天 你还是安全驾驶 安全驾驶 走走走走走 嘿嘿嘿 干什么了 看 看 看 有毛病吗你是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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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吗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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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这是那个最新的科技 无人驾驶是吧 我这个车没有 没有就放上去啥啊 哈哈哈哈 这开灯玩一下吧 这啊 有毛病吗你是 哎呦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我其实蛮喜欢聊天的 我看得出来 但不是很会聊天 也看得出来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跟你拉近关系 但是我又想这么做 就不知道该聊什么 哦 我知道就是 怎么打开那个聊天的阀门 拉近关系 是 我是想 我跟你讲啊 师傅 你以后就聊一点 家长里短的事情 是吧 拉拉家长 家长就熟了 就是你这么聊 会拉近关系 会快一点 对对对对 就是容易熟了 对 下一票吧 你有爸爸吗 哈哈哈哈 你想听到一个怎样的回答呢 有 好早之前就有了 还有妈妈呢 还有爷爷跟奶奶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一个都没死 晓得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你什么意思吗 我不是想问一下多大年纪 你就问我爸爸几几年的吗 对 几几年的 我爸爸是72年的 72年 72年 对 叔叔 叔叔 对 妈妈呢 妈妈也是72年的 双胞胎 双胞胎 什么双胞胎了 怎么会是双胞胎的大哥 你觉得我们两个说话的水平 谁像双胞胎生出来的 我真的 我懒得跟你聊了 好吧 你开车 好吧 我不想跟你聊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开车 有没有什么 Driver 我接个电话 喂 我在开车的 我也想你 小的小的 爱你 晚点回来跟你说了 你知道知道 爱你 拜拜 你老婆说有点想你了 我的电话呀 有毛病吧 你是 有病吧 大哥你是 我的电话 你接什么接了 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讲话 我说不想跟你讲话 知道吧 你干嘛 你不能接我的电话了 对不起 我的问题 我可以接你手机 打个电话不 你手机可以打电话 你接我手机打电话 我手机待会有用 我可以再接一个电话不 来 你展示一下 喂 怎么想着跟我打电话了 我感觉没人 愿意跟我聊天 好孤单的 我觉得孤单应该是常态 但是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后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师父 你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 你有毛病吗 你自己给自己打什么电话了 好吓人的你知道吧 不是 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聊 哪有这个样子 不想跟我聊天 我就怕我自言自语吓到你 你这个比自言自语吓人多了吧 这个 你还是要安全驾驶人 没有理性的 你带充电宝没有 好好打电话了 打电话了 手机没电了吧 车子没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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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三千五百 好像有个毛用啊 干嘛 前面有交警别乱好 你好 你好 例行检查是吧 好 要得 身份证 驾驶证 行驶证 辛苦 辛苦 他没事 你不用管他 好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再见 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啊 他是交警 你这个情况得找刑警 不是师傅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开车的呢 你开车的呢 这么开车的呢 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可以别开车的玩笑 好吧 我赶飞机 你快点开 那我开快点了 开快点 开快点 对 师傅 也不要开这么快 我是嗓子不舒服 嗓子不舒服 机场到了 大了是吧 哎呦我都听了 总是搞了 手机不要了 等我一起等我一起的 干什么 我也赶飞机 你又都得搞吓人的事情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飞机 我怎么不能赶飞机的 你是哪趟了 我是东航 我也东航 是里面飞翔是 我跟你一样的 怎么又跟你坐在一起了 谁跟你坐一起 我开了一趟飞机 神经病了 这是 小慧 大家好我是小慧 干啥呀 这节目就 慌死了 我在后面 又来比赛了 对 又来比赛了 我今天还坚持了蛮久的 怎么说呢 我坚持得越久 跟领导的关系就越微妙 是上一轮我来比赛 跟领导请假的时候 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 他问我请几天 我说输了一天就行 赢了可能要两天 他说就一天吧 比完以后第一时间 给他发的消息 我说不好意思领导 没淘汰我 他第二天才回的消息 说收到 下次注意 上班这么多年 他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 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在外面 不管输赢 总是会回归职场的 对 职场这两个字 说出来我就已经开始厌恶了 我不是爱上班 真就纯土个稳定 我那个班自己上得也很烦 所以我现在特别爱干的一件事 就是上网去指导别人上班 就是延迟退休的那个消息 一出来我就想完了 真要让我上到65岁 我是活不到65岁了 但是人家纳英50多岁 去参加歌手 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休息 我每天跟网友一起给他加油 我说鹰子50多 这是闯的年纪呀 反正别人4560都能闯 你要是让我闯 我 我是闯祸的年纪 不光指导纳英唱歌 我还指导贾玲拍电影 指导樊振东打乒乓球 我前两天去买奶茶 我都没忍住 非要指导两句 我站在那说 你们做的是不是有点慢 你看你这儿那儿你们明明可以优化一下流程的 这话我也就在那儿说 真要上班的时候让我干这个活 我第一个开始骂人 还优化 就这么馋那口奶茶 奶根茶我直接灌你嘴里呗 让我优化 让我优化 网上都是我这种人 自己不上班 天天拍视频 教别人怎么上班 这边还给你拍视频呢 说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老板去魅 扭头就去雷军的小红书底下评论 雷总早上好 你穿粉色可真好看呀 雷军那么厉害的人上班当然穿啥就行了 像我这种基层稍微也得注意一下穿着 就那种比较正式的会议啊 我就不能穿洞洞鞋了 要找出我那件最隆重的POLO衫 POLO衫真的太唬人了 POLO衫就不管我水平怎么样 我能力怎么样 只要穿上这个POLO衫 背上公司发的那个双肩包 坐在这个会议室 今天的人设就稳了 技术骨干 如果我想显得工作经验丰富一点呢 我就会把这个POLO衫塞进我的裤子里 现在上班真是上的脑子已经不太够用了 前两天开会老板在那说 说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把百分之百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 其他的工作用你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去完成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老板是真大方啊 你全勤十天他还送你两天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我直说吧 我上班一共就只用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你问他剩余百分之二十的工资怎么发 他就会跟你说好好干 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我从你上班就开始听这句话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观众是有工作的 就是你们仔细想一下 从小到大 除了公司 是不是也没有人亏待过我们 真的是 也不能聊老板 因为我回去还得上班 工作嘛 现在我一边工作一边干脱口秀 虽然是有了素材 但是也有了软肋 能说的东西非常有限 像我这种基层 除了跟领导处关系 还得跟同事处嘛 前两天有一个同事给我发微信 找我说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我的微信名叫呛口小花椒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这个称呼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 好像在叫什么 齐天大圣孙悟空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第二句就是 没打扰你休息吧 我都不用说他几点发的消息 你就知道他已经在打扰了 我不是那种 就是下班以后绝对不会回人 工作微信那种人 不是 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跟我发誓 用你一天的寿命跟我发誓 这个需求真的很急 一天真的不多 但如果真的好使的话 有些人一个礼拜就能折寿一年 我那天真是咬着牙回 我说什么事 他说方案要改 拉你进群 我以为出啥大事了 进群你看就仨人 客户他跟我 客户at他 自体调整一下 他就at我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自体调整一下 客户at他 第四行删掉 他就at我 第四行删掉 真给我搞烦了 我直接在群里怼他 我说这么点事 你自己顺手不就干了吗 非要大半夜 在群里at别人干 有意思吗 他不理我 过了一会儿 客户说 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改好了 你上班遇到这种事 是很烦 但是都能坚持 直到我有一天 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 说就是 我们公司的员工 平均年薪六十万 我看到的时候 跟你们是一个反应 从我看完这篇文章 每天上班 就开始端详 我的每一个同事 是你吗 还是你 你把我六十万赚走了 真的难以释怀 工作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刚工作的时候 没活干 哎呀年底 那个大家不是很流行 发工作APP的总结吗 就是开了多少次会 发了多少条消息 什么凌晨两点 你还在上班 不拉不拉的 我就不敢发 因为我的数据很难看 APP给我总结说 你最晚的一次会议 结束于18.06 哎呀他还讽刺我说 还记得当时 在为什么而付出心力吗 6.06能付出什么心力呀 可能是在纠结 要不要带一卷 公司的卫生纸回家吧 有那天打车碰到一个 就是花很多的出租车司机 就是像 就他就那天一直在跟我感慨 说你知道吗 现在科技发展得太快了 现在种地都是机器 给人农民都整事业了 美女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真不是要 怼她为难她 我真的很真诚地回答她 我说师傅 我干自动驾驶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就问我 说啊那这个自动驾驶 现在是不是发展得挺快呀 真能代替我开车吗 我当时就想 有我在 应该没那么快 那天下车以后 我就突然发现 我这个工作真的挺好的 就是不管怎么干 都很有意义啊 我好好干 出去就吹牛说 我是为科技发展 添砖加瓦了 摸鱼的时候 也不用心虚了 也可以理直气壮地 去找那个师傅说 你知道吗 是我 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 为你保存了 人类文明的火种 谢谢大家 我说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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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嘉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谁帅 哎呀 放递到底给她 关了哪算吧 你知道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鱼 谢谢 跟大家分享 我小学的人际关系 我是个广西人 二年的时候 爸妈要去广东打工 我就跟着转学过去上小学 很难融入本地同学 首先语言就是一大障碍 他们都说粤语我听不懂 上学第一天 有个同学跟我说 why 那还冰斗眼啊 我说啊 can you speak Chinese 我们数学老师上课都用粤语 但我们班上还有几个 转学的外地学生 就问老师能不能说普通话 他说 我们学习细节运算 怎么说呢 本来只有外地同学听不懂 现在全班都听不懂 还是让老师说粤语 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大佬 整天会带着手下一帮兄弟到处欺负人 我们这种转学生更是重点对象 为了不被欺负 我付出很多努力 首先我积极学习他们的文化 很快就学会了粤语 可以跟大佬 但这样我也只能是 帮派的小喽啰 我觉得想有地位 还得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 努力学习 认真完成作业 然后把我的作业上贡给大佬 他们就保我平安 看着那些没办法保护自己的 转学生朋友 我明白一个道理 不学习就会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二年级下车的时候 我当上了帮派里唯一的文官 没想到他们胃口越来越大 本来作业是交了就行 后来居然还要求正确率 有次数学作业我错了四题 大佬当我面把作业撕了 说一共十题 你错四题 我再故意超错两题 那和我自己写有什么区别 吓得我学习加倍努力 成绩突飞猛进 有同学来问我小鱼 我也很喜欢学习 怎么就学不过你 我说 不要拿你的兴趣爱好 来挑战我的生存之道 别的转学同学 不理解我这种行为 骂我是叛徒 但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是一个卧底 我让帮派的人 依赖上我的作业 他们的文化水平 将永远停留在二年级下车 到了三年级上车的时候 他们确实越来越依赖我 作业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 开始要求我 测验的时候 给他们传答案 大佬会给我买副鞋纸 测验的时候 我就试卷副鞋纸 A试纸这样 叠好几成 然后我在上面 很用力地写字 只做大量参考答案 传出去 老师经常夸我写字有力 入目三分 我们班测验的数据 也变得很漂亮 首先军职大 其次方差小 再到三年级下车的时候 这时候我发现 大佬抓我学习 已经比我爸还严格了 成绩不好 我爸只会安慰我说 没事 下次加油 但大佬会找我做思想工作 小鱼 你最近学习有点懈怠 你学习是给我们学的吗 给我们学你更应该努力 你看看别的转学同学 谁有你现在这么好的学习条件 放学后他们还会监督我 写完作业 他们超完我才能回家 我爸逢人变化我省心 从来不用爸爸吹着写作业 他不知道 我在外面还有爸爸 但四年级上这一次数学测验意外发生了 复写纸没了 我写完之后大佬直接把我原券拿回去抄了 老师又正好巡逻下来 我就赶紧拿抄稿纸盖住桌面 假装在计算 但有些老师就喜欢看好学生答题 他在我旁边站了十分钟 我硬算了十分钟 根本没提 实在算不下去就被老师发现了 同学 你试卷的 还好我集中生智 我说 刚发的时候我没药 还有半小时 够了 给我来一张 我万万没想到大佬把我原券也交上去了 我没有做任何补救措施 我觉得太累了 就让这一切结束吧 但过了两三天 科德表发试卷的时候 我居然收到了三张 除了两张我自己写的 大佬连我名字都炒了 我很欣慰 两年了 终于把他培养成傻子了 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开始依仰我说 借气数学考试 三班出了个年级第二 我们班更厉害 出了个哪吒 然后我们就被抓了 因为抄作业和传答案肯定是不对的 最后老师把事情查清楚 把我两家长都叫来 他爸爸非常生气 怎么抄作业都抄不明白 快给人家道歉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唯唯诺诺的大佬 他给我鞠躬 吓得我说对不起 我爸倒是大方 他说 孩子就道歉了 这事就过去吧 但我觉得放学写作业那个模式 可以保留 你们怎么看 他爸说好 他说好 老师说好 我说好好好 小学的经历对我影响很深远 最直观的是 后来我初中高中作业和考试都写得很快 同学问我急什么 我说不知道 总感觉有人在吹我 但也感谢大佬对我学习能力的培养 我才能考上好大学 我现在在北大上学 没想到前面都是铺垫 就为了讲这个 考上北大之后 小学老师联系到我 让我回去分享一下学习经验 回忆涌上心头 我说算了 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的孩子 谁有我当年那么好的学习条件 讲那里谢谢大家 我是小鱼 再开明ots 大家会在前面 ahah luôn 账着 core 大学 我提高 拿上宾 大学 我ante 회 主 lag 我身边像这些朋友都特别好 我平时在北京 他们在上海就天天会跟我说 法子 你来上海啊 你得来上海啊 你来了 你看我安不安排你就完了 你们会有这种朋友吗 然后赶紧来赶紧来 我一来 没人理我了 终于请我在门口吃顿 杀献小吃 我说一切都是最差的安排 就这种局特别多 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不熟的局 组局的人啊 把大家传一块 没有什么聊天 没有什么沟通 最后吃完饭说 你们一块加个微信 咱们就是最好的哥们吧 我跟他们都没什么沟通 我加什么微信啊 对吧 我这种时候都三不原则啊 不主动 不拒绝 不通过 而且大家以前老吐槽 说那种酒桌文化 对吧 就是敬酒的时候 杯子要低一点 我敬您 我敬您 说非常恶心 现在不一样的吗 拿个微信 我扫您 我扫您 非常谦卑 能理解的吧 正所谓酒逢知己 谦卑扫 以前都是 都在酒里了 现在说都在群里了 我反正真的不爱 这种局我真的不爱加陌生的朋友 没有什么沟通 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一晚上都不说话 诗里也写过 沉默 是今晚的得发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个WeChat 还有WeChat 什么 累什么 WeChat 不是我 你们听懂了吗 就是WeChat跟云彩 它有点谐音啊 但又有点没谐上 你能明白吗 就像个拼图 你得回自己试 你明白吗 就是云彩 WeChat 云彩 WeChat 云彩 对上了 你得慢慢拼啊 慢慢拼 对不对 现在协音稿 需要一些时间呢 对不对 接着 现在微信真的 不离手 让我觉得真的很累 对吧 有时候我真的 就想把手机放到一边 我放松一下 我歇一歇 不要让人找到我 朋友直接把电话 就打过来了 特生气 说你妈呢 我说我待着呢 他说你看微信 我说好好好 挂了电话 我特别生气 你电话都打过来了 你就说事呗 对不对 还让我看微信 我特生气 把微信拿过来 一看他写了一个 再忙 真的真的 微信就是随时会找到 我觉得 就是很累 我觉得 跨越这个尺度 边界感 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去年的冬天 凌晨三点半 我睡着觉呢 我最好的朋友 浩哥 发小 他把那个语音通话 给我打过来了 凌晨三点半 语音通话 肯定有事啊 对吧 那不能接啊 得接得接 我最好的哥们 他打过来 我就开始接 我说 他那边开始喊了 我说 发子 来啊 出门 帮我打架 明显听得出来啊 他喝多了 可能在外面 跟人发生矛盾了 反正冲突了 然后 你睡得迷了糊涂的 被叫醒 就跟你喝多了 是一样的 我开始接电话 我说 我说 打架 疼吗 能不能忍啊 但是我真觉得 我还是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我 我还问他 我说那浩哥 你在哪啊 浩哥说 你不管 你来就完了 我说 他可能真的 喝得太大了 但是 我觉得他真的需要我 但是我又觉得 我开始想象那个画面 待会儿 我得冬天从被窝里钻出来 穿上秋裤 找一身适合格斗的OOTD 对着镜子开始制拍 准备出门打架 那也太奇怪了 对吧 太累了 太累了 然后我就开始跟浩哥聊了 我说浩哥 这个事儿着急吗 我再眯个十五分钟 我说这三点半也太早了 你约个早上十点的局行不行 你让我睡得好 我精精神神的 我起来 我使劲干 我说你也别早上十点了 你下午四点来吧 直接上医院间 我得了 真的 我就开始起床了 开始磨蹭啊 开始磨蹭 有点上班那个劲了 你们能理解吗 刚起床 他还催呢 说你出发了 你出发了吗 我说出了 已经上车了 已经 凌晨四点有点堵啊 怎么 车这么多呢 浩哥你叫人挺多啊 凌晨四点 我说浩哥 你喝点什么呀 我给你带点咖啡啊 就开始胡言乱语 然后我开始想 真的 凌晨四点 你出去打架 这个时代对吧 打赢赔钱 打输住院 怎么说 我都觉得不合理 不应该去 我很真诚 我把电话就拨过去了 我说浩哥是这样 关键时刻 哥们不能不帮你 对不对 但是咱们不能打架 我不能帮你打架 我可以帮你吵架 你跟对面的人说 你说不要再现实 逼逼赖赖 不服咱们往上碰碰 你看我骂不骂 你就完了 对啊 我说你这样 你过去找到对面的人 你把他微信加上 你拉个群 给我拉里边 浩哥已经听进去了 浩哥说 那我现在需要注意什么呀 我说你需要注意网络通畅啊 你把5G给打开啊 结果后来真的就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浩哥毕竟他一走过去 把码里拿出来说 我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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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说 这小伙子不错 就没事了 对 行 好好好 谢谢 这个我想的满头大汗 可以 特别好 特别好 再来一段 再来一段 可以 行 其实我这一段 讲了这么多 我 都阻止是什么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不需要联系的太密切 对吧 就是 互相留点距离 留点空间 才有那种离别之情 那古代 李白汪伦 喝了三天三夜大酒了 互相就要走了 就特别感动 说再见了兄弟 说我要写手 最好的诗 送给我的兄弟 就会有离别之情 如果你上传 有微信 直接那汪伦 微信就过来 说在吗 李哥 李哥到了吗 李哥 李哥到了 说一声啊 回头你把那个 杜甫昌龄什么的 你都叫过来 你看我安不安排就完了 李白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本来要写 郑汪伦的 直接变成了 憎恨汪伦啊 汪伦那几天 也不开心啊 说哎呀 这李白 怎么不理我了 哎呀 写手诗吧 要是能重来 我得好好安排李白啊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望志 谢谢 辛苦大家 最后一个 杰伦 人际关系 好嘞 谢谢 谢谢 谢谢杰伦的粉丝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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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自从有了MBTI之后 我反而觉得 社交变简单了 经常就是一群人聚会 他是RNFJ 他是ENTP 他是ENSB 但其实我不喜欢 把这个测试结果 当成法条一样 去约束别人 去绑架别人 哎 你不是艺人吗 怎么一点都不活泼呀 报警抓你 喂 110嘛 这边有一个艺人 他不活泼 喂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该不会是个Iron吧 我觉得 人是有很多负面孔的 就比如你经常在酒吧喝酒 看到四个男生在那坐着 也不说话 低头玩手机 看着就像是Iron 结果这时候旁边 突然坐进来一个美女 一瞬间 全员艺人 甚至有个哥们刚才都想打车回家了 又强行取下了订单 跟师傅说 来的不是理想的车型 我就知道对面坐的是理想型 女生也一样 谁会不喜欢跟帅哥聊天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在社交的过程中 对方是艺人 还是I人 有时候取决于 你是美人 还是丑人 我有时候就会想 会不会在美女跟帅哥的眼中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I人的 面对他们 艺人会热情主动 I人会鼓起勇气 所以说 如果你的世界里 全是I人 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擦亮眼睛 好好照照镜子了 是不是你长得 人见人爱呀 我为什么不喜欢绑架 因为我很容易被绑架 就比如 现在我每次去喝酒 一上桌 哎 广志 你山东人 山东人都能喝 我根本不能喝 但听完这句话之后 我还是很高兴 很想喝 熟悉的朋友还劝我 我说广志你别喝了 你喝酒上脸 容易长痘 我说不行 我必须得喝 这是我的脸吗 这是齐鲁大地 这是喝酒长的痘吗 这是齐鲁大地上 挺起的山东脊梁 他们说广志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你看不起谁呢 我喝的这可是老村长酒 国民白酒 真正纯凉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凉 黄金种植袋 口感柔 不上头 还说你们喝多 都开始打广告了 我说我这个叫酒后吐真言 我这个性格 出门就很容易喝多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 在社交中不在乎的人 就公司团建 喝酒 喝到一半 站起来就走 没有理由 十二点了 我得回家了 我心说这是个什么理由 十二点了 你得回家了 你是灰姑娘吗 你慢点走 别掉了你那个 四十六码的水晶鞋 每个人身边 都有这样一个 喜欢早睡的人 我见过最不在乎的人 就是朴树老师 大家还记得吧 他录节目 录到一半 站起来 到点了 我得回去睡觉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太酷了 这也太摇滚了 摇滚不死 只是困了 我就完全做不到 你别说上班 上到一半走了 跟领导喝酒 喝到一半 我都不敢提前走 就是我不能理解 困了就能走了 来之前我就困了 很卑微 我去年在工作上 做的最叛逆的一个事 就是在公司最忙的那段时间 我喜欢来休息 去年刚过完年的时候 不是公司特别的忙吗 然后我就跟公司说 我想集中在家 创作一段时间 所以你先不要 给我接活了 现在就是肠子都毁清了 我后悔是一段时间 我说是创作 其实我也没有创作 就是那段时间 光在家打游戏了 那段时间天天打游戏 天天打游戏 就那段时间 打游戏打到什么程度呢 打到人家游戏公司 后台都看到了 找到我们公司说 想请广志 给这个游戏做个代言 公司拒绝了 说广志最近在创作 没有时间 客户都笑了 嫌钱少可以再商量 公司就好奇 娱乐圈那么多的 偶像明星 你们是怎么选的广志 按什么标准选的 客户说我们是 在线时间选的 我没有想到 公司如此相信我 因为之前 在特兽大会 当编剧的时候 写稿压力大 为了缓解压力 我就天天玩斗地主 那段时间呢 为了不让同事发现 我每次都选择QQ登陆 但有一天 实在是没有逗了 同时也想明白了 一个逻辑 就如果他能通过 微信好友的关系 发现我游戏在线的前提是 他也得再玩 我就发现 这种互有把柄的关系 其实是最稳定的 这种感觉就好比是 你不可能听到一个男生 对另外一个男生讲 我前两天 在南科医院看见你了 因为对方很可能不承认 你看错了 那个人不是我呀 你去那里是因为 我憋不住了 我去借个卫生间 好好 那你憋不住了是因为 而你跟同事一块打游戏 还有一个好处是 你不会觉得愧疚 你只会觉得 多了路上有你们真好 晚上打游戏到半夜 然后第二天白天 看到朋友圈 发一些有关工作的 机器上的内容 你也不会焦虑 你只会想笑 这个专场能够圆满完成呢 首先感谢制作人 感谢公司参与的 每一个同事 感谢我们一起在 华海中路写稿的日子 我心想 你先感谢感谢 我没跟你说出去吧 还在中路写稿 你不是一直在上路吗 人就是会有很多副面孔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现在特别害怕 遇到那种 在工作中 连装也不愿意装一下的人 我现在每次出差 赶早班机 凌晨五点打车 都特别的害怕 因为这个时候 接单的师傅 只有两种情况 他要么刚刚起床 要么一夜没睡 很难说哪个更恐怖 有一次我打到了 一个一夜没睡的师傅 那个师傅 接到我这一单的时候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但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也睁不开 当时就感觉 我俩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快上车 等上车了 闭一会儿 关键最恐怖的是 你上车之后 那个师傅还给你焦心 拉了一夜了 扛不住了 等会儿拉完 你这最后一单 我就回家休息了 听完这句话 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这句话 如果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话 他大概率拉不完这一单 这句话在我听来 就是小伙子 你不用着急赶飞机呀 我这出租车 一样送你上天 本来氛围就很恐怖了 到红灯的时候 那个师傅还给我 讲了个一句话鬼故事 绿灯了叫我 师傅您要不 现在就回家休息吧 给我放高带上就行 别说不安全 比车里安全 但其实我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从来没有 给别人差评 因为从小家里就教我说 你一个人在外面 千万不要跟人起冲突 所以很多事 我现在就是 基本上能忍就忍 但那天我觉得 我不能再这么窝囊下去了 所以我下车之后 等那个车刚一走远 我立马给了一个 四星差评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 我的他的服务 只能算是比较满意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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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